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探索我们的外太空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图 上一期呢我们来给大家玩的这个木星啊 但是我们突然发现在木星和小行星带之间呢 我们忽略了一个星球叫做古神星 看到没有这个叫做古神星啊 古神星是一个矮行星啊 它呢并不属于咱们的这个几大行星之一啊 但是呢应该还是很有意思的是不是 所以我们去这个古神星给大家看一眼 古神星貌似是一个由冰岩石啊 来组成的一个很小的星球 自转非常的慢啊 上去之后说是一片黑暗 咱也不知道啊 上去看一眼 这是我的十节火箭啊 十节火箭有四个这个燃油喷射装置 可以到达这个宇宙的接近于任何一个角落 好我们已经发射到了太空 我们今天要去的就是古神星 让我们发射 这个依然有一个登录器啊 我们需要这个登录器的减速 否则很有可能会直接把我们给摔死 这里呢也有防射 辐射啊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防辐射的设施 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创造模式下 还OK啊 好马上登录 哇塞 这做的还真像啊 大家看 像不像 哇 这竟然有一个卫星的信号发射器 这个莫非是他们跟咱们地球人用来交流的地方吗 哇 太神奇了 这是咱们的登录舱啊 我们把登录舱打掉啊 哇 这里的这个重力很低啊 一次能蹦到天上去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发射器 还有我们的十节火箭都拿到啊 我们来 古神星给大家这个看一眼 哇 这个 这个地表的重力非常的低啊 这是什么东西 看看啊 古神星地底岩石啊 这是古神星地表岩石 总之呢 就是一个岩石组成的地方 这边竟然有一个信号发射器啊 咱们有很多天文台都会有这种巨大的这个 呃 卫星发射器 它呢 就是用来和呃 这个外星的一些信号来对话用的 哇塞 这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箱子呀 咱进来看一眼啊 哇 这一蹦蹦到哪 我的天啊 这箱子都打不开啊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又是啥啊 哇 你看 液压平台 人站上来才会有一个提示是吧 这给我压到哪去啊 我的天 这是像电梯一样的东西是吗 坐上来 走 哪有开关呢 没有开关呢 我的天 这也太好了 鸟神星上竟然有如此大的一个天线啊 哇 咱们中国贵州也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天线啊 呃 叫中国的天眼系统啊 就是用来监测外星信号的 好 这是古神星我们发现的第一个有趣的东西 我们在边上呢 还发现了一个村庄啊 村庄模样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看 古神星莫非也存在外星人吗 咱们来看看啊 看他们种了什么 我这我感觉就像装了堂皇腿一样 这边竟然种了一棵树 橡树啊 这边有白花树 云山树 这这边的外星人是把咱们地球上的这个树种给带过来了吗 所以这是一片这个树林啊 将来是一片树林是吧 我的天 这边还有一口井啊 应应该是用来灌溉的啊 这个地方还存在水啊 这是液态的水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液态的水 我再进不去啊 一跳就跳得这么高 还真是水 液态的水 呃 这边呢 好像是有两个房子啊 房子也可以来看看 看外星人 外星人的脑袋都比较长啊 外星村民 他呢 可以交换这个氧气面罩啊 使用蓝月宝石交换氧气面罩 我们不太需要 哇塞 太神奇了 这个房子里咱们能进去看看吗 这跳不进去啊 哎 他也是在交换氧气面罩 因为在这儿呢 氧气是一种必须的材料啊 当然我们现在因为是在这个啊 创造模式下嘛 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是需要的 在太空中看这个鸟神星呢 它上面布满了这个陨石坑啊 就像这样的一个坑 我们升到空中来给大家看看吧 还有非常多的冰 呃 岩石啊 就是一个灰色的星球啊 它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是晚上啊 所以非常难看到它的白天 这个地图应该是为了方便咱们找东西吧 所以才会做成这个白天的样子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这里貌似像是一个矿洞啊 鸟神星矿洞 走 进去看看去 挺深啊 这里有这个怪啊 这是什么 骷髅 挺深的啊 哎呦 这是什么 这么大一个坑啊 这边还有墨影人 看到没有 太空墨影人 哇塞 这地下这么的深呢 这有什么东西 古神星 还有沙利 我的天啊 这里没有发现矿石啊 这里很小啊 除了小之外呢 还不存在矿石啊 那就给我们减少了很多来这的理由啊 如果大家要玩这个地图的话 大家记住 鸟神星可能来看一眼就行了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到头了 走 挖上去 继续 哎 这有一片绿色的地方 这是什么 我的天 这看很神奇啊 从来没有在这个外太空见过这样的颜色啊 这是 古神星地底岩石 搞错了吧 这是一种半固态的水吗 你看 这个我看看有没有氧气 有氧气的问题啊 哦 有氧气的问题 完了 死了 哈哈 哈哈哈